因為縣政府他們沒有聆聽我們民意的聲音 就是我們希望他們能聽到我們真正的訴求 依我們這三大訴求 這個農民農社跟五百公尺 還有我們的另外一個訴求是那個原民法要尊 尊 諮商同意權這樣子 那我們的訴求就是希望 讓縣醫會可以幫我們真的去監督這個自治條例 然後讓我們聽到我們的聲音退回這個自治條例 然後重啟我們的那個平台會議這樣子 退回迅部條例 重啟平台會議 重啟平台會議 退回迅部條例 退回迅部條例 重啟平台會議 重啟平台會議 首先 非常感謝各位花蓮我們的鄉親 非常關心我們花蓮本地的事情 那今天因為剛好自逢本會的這個臨時大會 那議長副議長還有一些程序委員 今天是程序會 那他們因為正好在開這個程序委員會 那縣府送了66件的案子進來 也包括今天各位所在談的我們的序幕自治條例 我想真的非常感謝大家對這一塊土地的關心 那各位今天所要表達的我們也會帶給包括議長副議長還有所有的議員 那在這個民主的殿堂大家共同來討論 那希望說在不管是在產業也好 在我們環境的保護也好 或者在其他公共的設施公共財的部分 都能夠希望達到一個平衡達到一個大家有一個發聲的平台 那各位也放心 我們所有的議員他們分成小組 他們也都會共同來關心這個議題 我們希望能夠訂出最符合 適合我們花蓮發展未來發展 不管是光光產業的一條路